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部 国土三面环海 北面隔着塞巴县与朝鲜相连 左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 跟中国的浙江省面积相当 大约占朝鲜半岛左面积的45% 人口大约5200万 第1-3任总统李承晚 1960年任内辞职并流亡美国夏威夷 1965年并逝于檀香山 第4任总统尹普善 在了9个月时 朴城西发动军事政变 现任后尹普善生活低调 于1990年去世 第5-9任总统朴正熙 通过军事政变 推翻韩国第二共和国 是朴检会的父亲 执政18年 直到1979年被下属枪杀 第10任总统崔归夏 任期8个月又遭军事政变下台 因在了时没有处理好政变等问题 被人提出上诉受审 晚年更是饱受批评 第11-12任总统全斗焕 曾是朴正熙亲信 通过军事政变取得政权 全斗焕在金永三执政期间 被判死刑后被赦免 第13任总统鲁太渝 是全斗焕执政末期 执政的接班人 因秘密资金事件曝光 被判无期徒刑 后来被金永三赦免 第14任总统金永三 被媒体称为韩国反腐教父 执政后期毁育参半 第15任总统金大中 被称为亚主的曼德拉 200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第16任总统鲁武炫 韩国历史上学历最低的总统 2009年从悬崖跳下自杀身亡 第17任总统李明博 被称为CEO总统 2020年李明博被判17年监禁 第18任总统朴景慧 是首位二代总统 2021年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后来被特赦 第19任总统闻在寅 最后一位在清瓦台处理事务的总统 限量后曾遭检查厅调查 第20任总统殷喜悦 曾任韩国检查总长 首位将办公室办理清瓦台的总统